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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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庆祝成立42周年 既搬迁9周年 华策会人税中心 昨日在位于格兰加168号的老人中心门口 举行盛提的展彩和省私彩青仪式 包括纽约州议长萧华 州审计长迪纳波里 州参议员史葛静 马哈顿区检察官曼斯 市员陈善文 前市议员郭雅伦 华策会創会人刘慕淑卿 会长陈秀权等 州市民选官员 还有社区社权领袖代表 都纷纷亲自到场到贺 与该中心五百多位歧劳会员共作一堂 共同庆祝人随中心的生日 又热闹又温馨 这次也是老人中心搬迁到格兰加燕子的第九年 人随中心主任五保陵在致辞市 感谢社区几十年来对该中心的支持 让众多会员歧劳能够在中心 享受欢乐时光安度晚年 特别是九年前协助该中心 顺利搬迁到格兰加燕子的州议长萧华 以及前市议员郭雅伦 吴宝宁说目前宽敞的会所 每日平均为八百到一千名会员 提供营养午餐和各种有益身心的活动 跟很多不同的活动 使到老人家能够在这个满年里边 过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 这个是我们做老人工作最重要的责任 吴宝宁鼓励社区歧劳 要多多参加老人中心的活动 令自己满年生活过得充实快乐又健康 为了提升华人在长岛地区政治地位 共和党籍华裔李曼龙 参选长岛16选区州众议员席位 日前在长岛举行筹款餐会 获得近百名支持者及众多华人社团的许刑 获得近百名支持者及众多华人社团的许刑 开发纽约州天然资源保护环境的四大政綱 出生于台山 两岁的时候跟随父母移民到香港 在1970年移居来美国 现在在华尔街银行任职 能够讲流利的广东话、国语、台山话和英语 李曼龙表示 华人移民来到美国虽然在各自领域人才背出 但在民主政治的议会缺乏代表并没有亚裔声音 他认为打入美国主流最好的方法就是参政 这场造势活动出席者还包括市议员顾雅明 竞选法拉一城 州众议员试入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任柏连等 和近百位华裔组成的李曼龙之友会 呼吁选民选人不选党 在选举日踊跃出席投票 据了解 两天就长岛16选区 涵开长岛、曼哈塞、大颈镇、华盛顿港 哈利克斯、罗斯尼等地区 选区有大约16%的居民是华裔 本台新闻报已经设立了电子邮商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 或者有新闻线索 都欢迎来讯和我们联络 邮商地址是sino tvnews at mrbi.net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各位收看